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最近的灾难一个接一个 比如印度和尼泊尔 近日 印度和尼泊尔连续多日降暴雨 导致两国境内多地遭到洪水的侵袭 甚至引发山天滑坡 目前已经造成两国至少150人死亡 印度南部近日连遭大雨袭击 河流泛滥 山堤滑坡 目前 遇难人数已上升到35人 印度出动军队救援 全国建立了上百个救援点 转移数千人 印度邻国尼泊尔也因暴雨成灾 造成交通受阻 尼泊尔西部一村落 有60位居民已受困长达两天 政府派出搜救人员前往协助 10月19日至20日 连日暴雨造成印度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包括恒河 科西河等 切鲁托尼大坝开启闸门泄洪 洪水造成交通受阻 山体滑坡 尼泊尔比拉德纳格尔当地机场 也遭到了洪水侵袭 不仅停机坪积水 附近的民众和员工也必须涉水通行 巴迪亚区的卡尔纳河 也受到暴雨影响而水位上涨 印度和尼泊尔的水灾还没结束 台湾又爆发地震了 10月24日 位于台湾北部的宜兰连续两次发生地震 其中第一次发生在下午1点11分 瑞士规模6.5级 据台湾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地震深度66.8公里 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南方22.7公里 最大震度宜兰县、花莲县、新北市、桃源市、台北市、台中市、南头县、新竹县、基隆市、苗栗县、新竹市4级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下午1点12分 瑞士规模5.4级 地震深度67.3公里 最大震度宜兰县、花莲县、新北市、桃源市、台中市、新竹市、南头县3级 台湾中央气象局专家说 规模6.5是这个地区自1973年 极近50年以来隐没待最大地震 地震造成台湾全岛震感强烈 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但据台北的民众告诉海外媒体 台北这次的震感很强烈 左右摇晃的比较剧烈 大陆媒体报道 福建、厦门、福州、泉州、莆田等地震感明显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10月25日20时17分 台湾南部的屏东发生瑞士规模4.2级地震 地震深度25.1公里 镇央位于屏东县政府北、北西方12公里 最大震度高雄13级 10月25日30时42分 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3.9级地震 地震深度20.6公里 最大震度台东县3级 连香港天文台都接获 超过10名市民报告感受到这次地震 关于地震瑞士规模和震度的区别 可能有一些人不太了解 简单来说 地震规模一般以瑞士规模表示 指的是震源所释放的能量 因此 一个地震只会有一个瑞士规模 不会因为震央的距离而有所不同 地震规模0到4.9为小规模地震 5.0到6.9为中规模地震 7.0以上视为大规模地震 震度是指地震时地表面上的人感受到的震度 离震央越近震度越强 台湾中央气象局将震度划分为0到7级 数值越大表示震度越强 一般来说 2级以下属于轻震 感受不明显 4级以上就属于中强震 针对台湾6.5级地震 我们翻查一下阿南德之前的预测 发现他不但多次点名台湾 还预测了9月至11月有大灾难 并提醒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台湾地震发生后 有不少网友联想到阿南德的预测 认为阿南德的预测又一次应验了 大家知道 阿南德多次预测全球未来的发展趋势 有不少的预测准确到让人直呼可怕 最近 阿南德在10月22日的最新预测影片中 又再次揭示了下一波的灾难时间 阿南德提到全球2022的情况 他指出 明年4月火星和土星会相合 人类恐怕将再次面临新一波的巨变 除了疫情之外 全球经济遭到冲击 大家都逃不掉 不过我们认为 到了目前这个历史关键时期 天象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所以预言到了这个时候 就不可能全部都是准确的 历史上有名的预言家 在过去的预言基本上都兑现了 但到了目前这个特殊的时期 关于人类的未来结局 很多预言就不准了 包括推背图 诺师记等 但对于预言家而言 预言的准确率在40%以上就算不错了 50%就算很准了 而阿南德的多个预言已经成功应验了 所以他的预测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特别是他告诉大家 度过难关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建议 另外 阿南德特别强调 受到木星逆行的影响 从12月第二周开始 可能会看到更大的疫情危机 感染范围恐将再扩大 其中注射覆盖率高的国家要更小心 阿南德还点名英国 美国 新加坡 以及以色列四个国家 提醒防疫千万不能松懈 否则疫情将卷土重来 阿南德以新加坡为例子说明 新加坡过去曾因为高接种率 成为全球注射最高的国家 即便如此 新加坡的每日确诊人数却居高不下 单日新增近4000人染疫 18人死亡 确诊数字不断创新高 新加坡政府只好宣布 现有的防疫措施再延长至11月21日 除此之外 阿南德还表示 除了疫情之外 气候变迁的危机仍旧存在 极端气候将影响今年的冬天 阿南德表示 今年冬天大家将会感受到严寒的力量 甚至直到2022年5月 都会面临大寒几大雨 且在整个的亚洲和欧洲等多个地区造成影响 对此 台湾气象专家李富城日前也表示 今年冬天会很冷 国际上还有气象专家也说了 不排除受到反俄尔尼诺影响 北半球将迎来沿东 种种的预测似乎与阿南德的预言不谋而合 阿南德多次提到 在2021年12月10日到2022年5月之间 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会发生许多事 阿南德说 饥荒的景象一定会出现 肯定会在2021年的12月10日到2022年5月之间出现 阿南德建议 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好准备 随时保持警觉 因为从长远来看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影响所有人 但在2022年下半年以后的日子会变好 那么 关于阿南德这次预测 2021年12月10日到2022年5月会有一场系统性灾难 除了震惊之外 您是否知道如何才能平安躲过劫难呢 阿南德说 我相信有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要做好防范 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 我确信对神的信仰是摆脱这场危机的好办法 是的 对神的信仰站在正义的一方 退出中共邪恶的一切组织 就是每个中国人摆脱危难的最好办法 好 今天有关阿南德的预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well 和红魔鬼跳舞 当末日的语言 重复的穿出 陪伤团为水边湖 在神手中的魔术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宇宙崩溃的迷惑 用第三只眼认知的角度 当光影虚度 伤化孤独 浪潮里飞舞 一人你的眼神起初 做错误的领悟 乖剧情涂雾 心无所属 信仰别模糊 你穿上救出的礼服 在等待谁 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卸妇 这世界卸妆的面目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宇宇宙 旧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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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护 透明虚无 爱恨都是苦 人在被遗忘的旅途 谁在来世的路 当世间万物 终未撐火 谁的风光无数 坐在遇见 都是 时代里我们都是赌注 我终有一段铭心刻骨 谁为谁赌注 地色山都赌注 认最清楚 认最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